今天托尼城教你们三款职场发型 不同工作场合也能够轻松hold住 第一款简单不失造型感的日常通勤发型 日常办公室如果披头散发 会显得你整个人特别没精神 像这样子两侧扎两股麻花片 再配上一对精致的耳环 这个造型会让你一下子气质提升不少哦 也不会有用力过猛的感觉 第二款适合业务汇报时扎的干练丸子头 像这样子把并角的头发一起扎进去 扎成一个高高的丸子 可以用大肠圈来增加一些亮点 最后拨出一些碎发 遮挡一下发际线 这样一个成熟干练的业务汇报发型就完成啦 第三款建客户场合扎的发型 先把头发侧分 接着去头顶的一缕头发 一缕带着一缕的编成麻花片 把所有的头发都在最后插成一个啾啾 最后再搭配上一个低调的黑色蝴蝶结发卡 这样一个非常正式又精致的建客户发型就完成啦 这三款职场必备发型 你们都学会了吗 关注陈怡怡 一个平平无奇的发型小天才 拜拜